从珠江口林丁阳海域的港珠澳大桥到其原班人马建设的深中通道 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型跨海工程都集中在广东境内 这里见证了全球最为顶尖的桥梁修建技术和世界级难度的海底隧道挖掘 那还有没有比深中通道和港珠澳大桥更难的工程 刚刚全线贯通的汕头湾海湾隧道就是其中之一 2020年8月7号由中铁隧道局设计施工总承包的世界级挑战性工程 汕头海湾隧道西线宣告正式贯通 这是继5月16号东线隧道贯通之后 汕头海湾隧道施工建设的又一重大节点 标志着汕头海湾隧道成功实现全线贯通 据悉,隧道贯通后还将进行隧道内部建设 预计将于2021年亚清会举办前实现通车 汕头海湾隧道是目前国内最大直径断面的过海顿购隧道 是国内首条在八度地站列渡区建设的海底隧道 也是国内唯一兼具城市道路工程与一级公路的水下顿购隧道 该隧道位于汕头市区海湾大桥和德石大桥之间 起于汕头市北岸龙虎区天山南路与金沙东路交叉口 披字下川天山南路、中山东路、华侨公园 然后穿越苏埃海湾 在南岸汕头市跳水管西侧200米处上岸 中与虎头山隧道口与规划中的安海路相接 该隧道全长6.8公里 其中北岸接线长0.5公里 隧道长4.95公里 南岸接线长1.35公里 隧道双向6车道 设计行车速度为时速60公里 从建设到正式贯通 已经连续施工12年 平均算下来一年进度才500多米 那该隧道究竟有多难建造 为什么能够被称为世界级难度工程 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以高强度地震烈度区 作为中国第一条穿越8度地震烈度区的海底隧道 复杂的地质环境 让汕头海湾隧道登上了同类海底隧道中的最高点 在使用超大型顿购机绝境时 隧道上方的覆盖层 最近距离顿购机仅为8.2米 在顿购机绝境的过程中 苏埃海湾海底软土的不稳定性 也给工程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 可以说汕头海湾隧道的建设集结了大 高 硬 浅 浅 五项世界级难度 大市值采用的泥水断购机 直径达15.03米 属于超大直径 高市值苏埃通道处于高地震烈度区 达到8度 硬市值岸上断沽时和海中机延段 延时的强度高 浅市值断购机上方覆盖层厚度薄 没有达到通常要求的断购机直径一倍以上 浅市值海湾隧道地质复杂 施工难度大 安全风险高 尤其是海湾隧道处于软硬布军地层 特别是三段长达182米基岩突出段 这三段基岩突起 是海湾隧道项目顿购施工的最大难点 我国多位工程院院士 曾到现场了解相关情况 并专门成立了顿购及绝境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 针对隧道绝境召开了50多次研讨会 在院士们的把关下 技术人员相继攻克了孤石群地层绝境 高粘度软土地层绝境 长距离浅腹土高水压绝境 海中高强度基岩突起等世界级施工难题 成功实现了汕头海湾隧道的双线贯通 二 地质岩层强度高 海底隧道基岩段的岩石主要为中微风化花岗岩 工程师对这里的岩石进行了勘探 发现强度高达216兆帕 工程师采用了两台直径分别为15.01米和15.03米的超大直径顿购机 在西线与东线分别进行施工 其中西线最道顿购机创造了我国自主研制设计顿购机的最大直径记录 打破国外同类型顿购机长期垄断 即便如此在最道绝境时也遇到了诸多难题 首先是刀头断裂问题 在绝境海底182米的基岩段时 绝境机刀具磨损共计换刀225次 平均每绝境近1米就要更换刀具12次 最高纪录顿购机专业权就换了9次刀具 第二个就是变化快 顿购机在开挖时存在视觉盲区 特别是面临机岩凸起断颜面的剧烈起伏 机岩上方土体极软下方又极为坚硬 容易发生绝境问题 第三个是埋身浅 机岩段距离海底厚度只有8.2米 在开挖时要控制开挖面 一旦泥浆从海底泄露下来 容易发生开挖面塌陷等诸多问题 好在经过无数工程师与施工团队不懈努力 终于将这条隧道打通 未来等到汕头海湾隧道建成通车后 将成为汕头市第三条过海通道 是连通汕头湾南北两岸 畅通城市发展大动脉的全天候过海新通道 对解决汕头市过海交通瓶颈 连接汕头中心城区 打造沿海经济带增长 极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对今后我国的穷州海峡隧道 渤海海峡隧道和川藏铁路等众多项目工程 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甚至对世界隧道建设都将起到一个示范作用